昨天你有看吗 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 是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 什么都谈 那三组的候选人当然各个都觉得了 各自表现都有自己喜欢的地方 但是在于所谓的两边 国家定位的问题部分 赖清德他说错话了 那这句话后来也是引发大家的讨论 他讲什么话呢 他说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 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 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呢 因为当被问到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 赖清德在里面完全不提到中华民国 他反而讲说我是中华民国台湾 反正怎么样就不提到中华民国单独这四个字 那他就把这句话给讲出来了 有人就讲了 他讲完之后 就是把他的台独新生给说出来了吗 你现在的任职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你现在要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是你却说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 所以带来到底是促进和平还是灾难 那会后呢 他说我口误了 我讲错了 我要讲的是中华民国宪法 我忘了把宪法加进来 但有人就讲了 不管是中华民国宪法还是中华民国 其实都是中华民国啊 因为中华民国的根本就是宪法 那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那所以呢 你到底要讲的是什么 不管你讲的是宪法或是没有宪法 你都是有误的嘛 你就是在表达你根本的台独心声 所以侯友宪说就讲了嘛 如果是赖兴德呢 连台独都不愿意放弃吧 中华民国也讲的是一种神话 之前他讲过了 那现在呢 又说中华民国呢 是要来推进灾难 所以啊 这根本就是一种侮辱 是一种鄙视 那你还要再选下去吗 你到底是要选哪一国的总统呢 好 那克文哲讲了 赖兴德呢 称中华民国作为两岸的护国神山 以及两岸互不隶属就是台独 这两句话就足以掀起鲜然大波了 很快他就会接到AIT的电话来问问他 所以赖兴德你讲这两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那除了是中华民国引发的争议之外呢 ECFA也被成为是一个议题 那郭正亮讲了 你赖兴德很奇怪 你一下说你不要ECFA 一下子又说ECFA 所以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他认为一下就危险 一下又要维持现状 所以讲的话都是一个空字 认为宪法带来灾难呢 但是又不敢修宪 还要站着总统的位置 这不觉得很可笑吗 所以他认为赖兴德的逻辑是很特别的 媒体人呢 罗望哲怎么讲 其实现场有不少的媒体来提问 感觉都已经是做球给赖兴德了 但是赖兴德就是发生了一些口误 不但是没有加分到呢 而且还被对头给反杀 紧急事实上是鬼打墙一样 医师沈正南 他就认为了 所谓对岸介入所谓的统战或戒选 这部分该怎么办呢 赖兴德的说法是要加强 保防教育 进行国家认同 感觉好像回到50年前 小学生时候 保密防碟人人有责 那这有在进步吗 也没有 蛮特别的 还有这个文化广告系的主任 纽泽兴 他说赖兴德主打的是 抗中抹红牌 没有办法能够扩展到中间选民 另外赖的诗言指的就是 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分 还有偷换概念的状态 哪个偷换概念呢 他之前不是讲吗 说台湾中华民国现在已经是独立了 那所谓的台独是怎么回事 他说就是在两岸互不隶属的情况之下 台湾就已经独立了 他认为这就是偷换概念的意思 那根本就不是嘛 实质上还是不是嘛 所以就连许多的深绿基本牌的独派 都不会买这个单 所以赖兴德的这个风波 持续还在延烧当中 所以对于他的对手 最想要问的是 所以赖兴德你到底是要选哪边的总统 你所谓的中华民国带来灾难 是不是已经把你内心的说法 给说出来了呢 上华家政见会上赖兴德说溜嘴 把中华民国宪法比喻成不存在的神话 这回唯一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赖兴德再喷出这句话 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富国神山 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 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 虽然会后赖兴德承认是口误 少讲了两个字献法 这解释不止好友宜柯文哲 现场炸裂轰翻 在党更狂炮轰 中华民国副总统 你火定中华民国 他说失言 他说要有失言 哪有失言 你联系讲两次 就是你内心的话 对不对 中华民国宪法 就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 怎么可以说 不管是他讲中华民国也好 中华民国宪法也好 保护我们的 怎么会变成灾难呢 蓝军炮轰 尤其赖兴德是中华民国 现任副总统 不只不认同宪法 还鄙视国号 心口不一 有什么资格选中华民国总统 赖兴德脱口说出他心里的话 他现在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宣示 来当这个副总统 怎么样子鄙视中华民国宪法的话 那为什么要担任副总统 为什么要参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根据总统辩论会后 最新民调显示 赖销配百分之三十三 侯康配百分之三十位居第二 柯颖配则是百分之二十四 辩论会前有学者一度预期 侯友以口才上吃亏 但会上反倒做到落相不落 柯文哲临场反应强 反倒是赖清德踩雷自爆 柯文哲昨天表现很好了 大家原来认为说 他口才不是那么便挤 但是他其实表现的中规中矩 比预期的好很多了 辩论会蓝绿白直球对决 炮火交锋火药味十足 但选民买不买单 就看明年大选见真章 记者杨洁离选 SNG小组台北报道 中华民国到底会带来和平 还是带来灾难呢 赖清德今天受访时 他说中华民国宪法 没有九二共识 侯友以把这两个混为一谈 是非常危险的 而对于他老家违贱的争议 也一直被质疑说 并没有说清楚想明白 赖清德再次的反击 说柯文哲面对自己农地的问题 也没有回答 侯友以市长主张所谓的 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问题是在于 中华民国宪法没有九二共识 更何况九二共识 已经被中国诠释为一国两制 如果把九二共识跟中华民国宪法 混为一谈 这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 这也是为什么在证件发表会上 他第一次提出来 把中华民国宪法 跟九二共识混为一谈 而且说成是 中华民国的复国神山 我认为这种说法 对台湾是危险的 另外未来我当总统的话 我当然是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还有现有的法律在推动国证 这些都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辩论会上面你有特别提到说 是支持公开高端的采购合约 那会呼吁警官署可以公开吗 另外一会有言之说 您是副总统 其实现在就可以解密 那也包括城市中 其实过去有说过说 报称三十年是经的期考 也是似乎是没有公开的朋友 我的态度很清楚 人民有资的权利 不然高端公司跟政府 有签订合约 但是这个合约 已经经过立法院调阅过 而且监察院也已经检查过了 这个时候公开 我觉得这个是符合社会的公益 我这样的立场不会改变 老家的部分呢 那个2003年 我想四十查核中心已经证明 就是现在房子的位置 就是我父亲留给我们的公鸟的位置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房子年久失修 有一度到断壁残垣 那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修建完成 柯主席 我对他们家土地的问题 他也没有回答 柯主席其实很清楚嘛 因为如果说这块土地 是十五年前 你爸爸妈妈帮你 购格的 那你已经经过十五年 九次财产申报 你怎么可能说都不知道 第二个 如果这块土地真的是要买来帮你 来开业用的 那你为什么是买农地 而不是买建地 第三个是你如果要回去开业的话 那为什么是合伙 那如果你只是要买农地 那你为什么又把它批建为停车厂 社会上的质疑的这些问题 客户的市长 客户的主席 通通都没有回答 赖清德在辩论产上面高谈扩论两岸关系 他说两岸互不隶属 这就是台独 这不仅简燃了大陆国财办的怒火 就连美方也表示可能要来关切一下 赵绍康甚至大酸 实在是不晓得赖清德到底是在想些什么 立委评论 这样的言论立场恐怕会让台湾 甚至是东亚陷入战争危机 拥抱台独神主派的赖清德 嘴巴上说要维持现状 却又不愿废除台独党纲 甚至在辩论场上 抄以台独的定义引发哗然 是不敢宣布台独还打迷糊仗吗 但这样的定义让大陆国台办痛批 赖清德宣扬台独 贩卖《两国论》破坏台海和平 重申只要坚持九个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关系就能重回和平发展正轨 现在恐怕就连美国 也对赖清德的说法感到困扰 你到底是有没有读书 我看很快AIT就来打掉那问他 最大的破口就是他想做的态度 一五一十的讲出来 如果来当选总统 也会让台湾陷入战争的风险 毕竟台独这两个字 中美都不能接受 在野狂轰赖清德为台海带来兵凶战危 赵超康跟大蒜赖清德难道是慌了吗 2024总统大选牵动台美中三方关系 而赖清德的台独正面目 更可能让整个东亚陷入战争危机 接着张老师 李介云 SNL组台北新北报道 赖清德昨天说呢 中华民国会带来和平还是灾难 随后他改口说他漏讲了宪法 但是还是被视为是灾难级的口误 立委李德维就批评 如此鄙视宪法 那为什么你还要来选中华民国总统呢 而他的灾难说就是如假包含的台独思想 这恐怕会让台湾陷入战争风险 我想中华民国只是赖清德 借壳上市的工具 台独才是他真正执政的目的地 我想赖清德有勇气就把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 而不要说了一半又在那边解释东解释西 所谓的口误完全只是辩护之言 我想没有人会相信 赖清德说的中华民国是和平还是灾难 这句话现在是灾难节的口误 对此前总统马英九他回答问题 只要认为赖清德失言了 对于昨天总统辩论会的感觉感想 那三个人表现得不错 但是侯友宇讲得最完整 最诚恳 中华民国是灾难 赖清德这样讲 您怎么看 我们要先离开了 这个是失言 明显的失言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 刚刚你也提到了 听到了马英九说这是个大失言 就在随乎的触动之下 他开车离开了 那么他上午是来到了三峡陪同立委 候选人林金杰到三峡市场 来扫接拜票 受到很多婆妈的欢迎 不管是要来合照的 要来握手的 他基本上都是来者不拒 那么整个的扫接拜票过程 是历时了半个小时 就让三峡市场掀起了一股马英九旋风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u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择 可令人蛋是在外面的